不成熟厨房日記 又是我Coco 原本打算不出去買菜 但雪櫃只有一個桿子 所以還是出去買 大家看看我新買的 在鹹魚收回來 好像百多元 和這個鞋子很合襯 怎麼了? 媽媽也想出去買 媽媽不想自己家嗎? 等一下 我出去買東西很快回來 OK 好不好 等一下 你又等我了 很快回來 但是我今天又想吃蝦 家附近沒有買海鮮的地方 所以我要用美團買 其實原本想買櫻花蝦白灼 但老闆說沒有櫻花蝦 那我就買了基維蝦 其實基維蝦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給大家看一下剛才我買了什麼 那我就買了一堆岸菜 我平時用蒜頭炒就是這樣 這樣一集四個七 還有三個蕃茄 三個蕃茄多少錢 三個白 那我就用來炒這個肥牛和咖喱的 明天才吃 兩包三份 因為果果快吃完了 我覺得煮飯這些調味料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每個人心目中都有自己覺得最好吃的咖喱粉 但是這裡的超市 我是昨天買的 苦瓜一條 苦瓜一條是四萬 四塊錢的苦瓜 兩至三日的菜 三十三塊吧 這裡是我吃兩天的菜 三十三塊吧 那我們今晚呢就煮這個 焦鹽蝦和炒碟菜 在美團裡拿單買的菜 如果你跟我一樣不太認識的話 吃什麼蝦新鮮 或者今天的蝦哪些漂亮 而你又很相信對方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美團裡私訊 或者在線問那個老闆 偷偷地跟大家更新我最近的狀況先 現在真的每天都很忙 上個禮拜 今個禮拜其實都接觸了其他的媒體 相信大家都有看過動態裡面 我和品成記的炭水教父嘉聲合照 還有另外一個官方媒體的小菜坊 剛剛就完成了一條家具店 還在這裡審核 裡面就教怎樣集運這些大型的貨物到香港 運費怎樣計算 還有和大家行家私店 真是一個很喜歡行家私店的人 等我下次有空的時候 慢慢地拍一條片 介紹家裡的各種玩意 擺件 貓貓的東西等等 和大家分享 最近看回一些女居的影片 其實香港人一直都喜歡到處去的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大里 等等 其實都是一些女居的好地方 尤其是現在很多自由職業者 其實大部分的自由工作者 是因為他們本身掌握多種工作技能 語言 運動 互聯網技術 知識 等等 其實這些都可以用來換取工作的收益 但是自由工作者 有前期累積 以及不斷有新的客源 所以自媒體就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渠道 上次剛剛跟內地的媒體朋友聊天 發覺我確實有很多經驗可以分享給他們 希望之後他們會邀請我做諮詢顧問 哈哈 吃飯時間到 我最近真的少了很多時間看電視 我是超想看美劇 最近《逆天奇案2》的劇情 真的很逆天 我買了一個很型的豆給阿貓 然後阿貓是沒有進去過 大家不要浪費錢 像這些豆呢 其實呢 拼多多好像 十多元而已 但是如果出街買呢 就不知道多少錢 這間香椒屋呢 質量就比剛才的士多比利 如果打 如果打8號鍋的話 應該都可以撐到一塊 嗯 嗯 雖然做蝦做得很麻煩 但是吃的時候我覺得很溫足 好 為什麼把東西呢 好像堆在四月份做完呢 就是我想五一假期的時候呢 去上海玩兩天 我還沒去過上海的士來的 我知道你們可能很心急 想在其他的媒體裡面見到我 不過呢 我跟大家一樣 都要耐心等候的 我們期待一下了 下次見啦 �外公關 我愛 ferm 還贏 我愛 monopol